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第19章组织文化构建 前面那一章咱们主要讲的是组织文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这一章咱们开始是要来讲怎么样对组织文化进行这种构建 咱们来看一下整个章节的一些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讲是怎么样来创建跟维系组织文化 第二部分主要来讲是怎么样来传递组织文化 第三个方面主要来讲是灵修与组织文化 这三个方面 好,那咱们开始讲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讲如何创建跟维系组织文化 讲这个之前给大家看这么一个图片 这个是万科集团的logo 它是很著名的一个企业人叫王石来手创办的 那么王石他给这个企业定了这么一个基调 或者定了一个企业文化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就是口号是让建筑来赞美生命 大家可以看一下很短的这么几个字 但其实浓缩非常多这种含义 要通过这种房地产行业通过这种建筑来对生命进行的殴割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小小的一句话使得整个公司的这种企业文化层次马上就提高不少 咱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另外一个企业 这个人相信大家不陌生 他就是百度的这个创始人李彦宏 那么百度他的这个企业文化是什么 咱们看一下他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四句话 第一个就是永远保持创业激情 第二个是每天都在进步 第三个是宽容失败 鼓励创新 第四个是充分的信任 平等交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代表的 或者是反映的是互联网企业里头独特的这种策制 所以就是这两个企业文化的对比 印证的组织文化正是可以使得企业相互区分的这么一个标志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就是组织文化是怎么样来开始的 首先他就是创始人 他会选择那些对企业文化认同那些人 使他成为组织一种的一员 就是他会由目的性去选择 第二个方面就是会对员工这种思维方式进行这种灌输跟社会化 第三个方面就会创始人 他会把自己的行为作为一种榜样 鼓励员工来认可认同他这种榜样这种力量 所以就是通过这么几个方面 创始人他把自己这种企业文化 把自己这种价值观灌输到这种企业当中 灌输到每个员工当中 关注到自己这种塑造的企业文化当中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就是企业文化怎么样来开始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当组织成功时 创始人的愿景往往被视为成功的一种主要决定因素 这也能够在另外程度上解释 为什么这家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的企业文化 基本上都是延续着创始人所定的这种轨道来走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说 创始人他一个人格特点会直根于整个企业文化当中 整个企业当中 就是他这种人格特点通过各方面灌输使得这个企业 浑身上下都充满这种独有的特质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就是怎么样来保持组织文化的活力 第一个方面就是甄选 就通过保持这个员工跟组织文化的匹配 来选择这些员工来进入这个企业 使得他们两个之间进行匹配 第二个就是给求职者提供一些有关于组织这种信息 通过这种组织文化 其实也在另外一种程度上传递的这个企业 究竟是一个什么那种企业 给这个面试者应聘者传递这方面的信息 第二个方面 咱们看一下就是最高管理层 最高管理层往往通过他自己独特的举止来建立一些规范 并通过这种规范来对下属产生这种影响 这是很多这种企业他们传递组织文化一种特有这种方式 通过上行下校一种方式 对下面人产生这种影响 第三个方面就是一种社会化 这是咱们重点要讲的一部分 就是要通过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来帮助新员工适应组织文化 就是通过这种搞这种企业培训 搞这种素质拓展这种方式来使得新员工 最大程度最快速度融入到这个新的这种企业文化当中 那么这个社会化 咱们重点跟大家讲 就是它有这么三个过程 第一个主要是原有状态 就是每个人他在那个进入这个职场之前 或者进入一个新单位之前 他肯定都不可避免带来有原来独有这种特点 比如说从学生到这个单位工作 那你肯定身上就保有这种学生独有这种特质 比如说书生期呀 比如书圈期呀这种 这些是不可避免的 就每个人在进入新的单位之前 他不可避免都带有原来这种独有这种特质 所以这是第一个状态 原有状态 那么第二状态就是说 是碰撞一个阶段 就是当你自身发现自己的气质 跟新单位种气质不一样 那么新单位又同样要求你进行改变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身心 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碰撞 所以这个碰撞其实也是你在接受 接受这种社会化 接受改造这么一种过程 这是第二方面碰撞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一种调整阶段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新员工掌握了工作所需的技能 成功完成自己的新角色 并且调整自己适应工作群体的价值观规范 就是通过在不停的接触当中 你掌握这个工作技能 同时也慢慢的接受他这种特有组织文化 并内化到自己当中 同时也成为自己将来执行新工作新标准的一种准则 这就是一个调整阶段 所以通过这个三个阶段 其实你也就完成这种组织文化 一种社会化的这么一种过程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就是整个社会化 他们一种模型 把它简化成一个图的一种方式 来看一下经过这么一个原有碰撞 调整三个阶段之后会产生这么一个结果 比如说会提高这种组织生产率 会产生这种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就代表你对这个组织一个忠诚度 第三个就是降低的这个流动率 你对这个组织产生认同 那你要离开这个单位的可能性就变小 就是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就是 就是这个社会化的五对方法 就是要有社会化是什么那种方法 咱们这边给大家罗列出五对 一个就是正式的 另外一个就是非正式的 正式的他就是专门搞这种像职工那种港前培训 让你专门有这种渠道去接触这个新的组织文化 非正式的就是说比如说把你放到一个工作岗位当中 通过让你耳濡膜然接触你的新的周围同事 让你慢慢产生这种影响 这是第一对 第二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它是一个一个个体的一个是这种集体的 比如说像那个这种传帮带 就是一对一这种方式 师傅带徒弟这种方式 这是一种个体的 第二种就是这种集体的 比如说他会让你搞这种像咱们图片里的罗列一种素质拓展 通过这样一种户外拓展的方式 让你对这个组织文化产生另外一种认同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一种是固定的跟这种可变的 固定的比如说像这种它是有固定的这种日程 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这种培训方案 该是一周五天 周一培训什么 周二培训什么 周三培训什么 就每一天他都把这日程排的非常满 非常固定 这样的话你就是通过这种循环式这种培训 让你对这种组织文化产生这种根本的竞争认同 还有一种就是像这种可变的 就是说随时可以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这种调整 就是比如说你的周一有空 周一来这种培训 周二有空 周二来培训 但是无一例外 都是让你保证在你闲暇时候进行这种相当相应的培训 这是第三对 那么第四对 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是序列的 另外一个就是随机的 序列的 像这个就是相当于这种指定式的 就比如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他都有相对这种导师 像咱们的图片里面列这种中国好声音 通过分配导师的方式 导师跟学徒之间双向选择的方式 让这个传帮带传承下去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种随机的 就是比如说像塑造这种榜样 通过这种榜样 它的影响来对你随机产生这种影响 这也是一种社会化这种方式 对应的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咱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就是授予的 另外一个就是剥夺的 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假设新疆功能素质跟咨询 是成功的一种必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授予 员工有这方面的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剥夺的 就特意的去掉它身上原有的这种特点 比如说像咱们里头列举 像这种附带里头那种誓言 你要加入某一个组织当中 你要宣誓 通过一种宣誓 去除掉自身原来一些东西 接受新鲜的一些事物 另外一种东西 通过这些方面来达到这种社会化的功能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就是整个组织文化 就是这么炼成的 咱会看一下是理念 通过这种甄选 再通过这种高级管理者跟设计化 通过这些转换 最终来形成这个组织文化 同时使得组织文化最终固化到自己本身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第一部分 如何来维系跟保持组织文化 好 来这部分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